男人只不过是发了个呆 就引来了一顿毒打 他本是威压漆海的海洋领主 如今却被关在这个暗无天日的沙漠之中 守卫每天变着花样羞辱他 让他受尽折磨却又无法轻易地死去 直到这天 一只奇怪的章鱼来到了这里 章鱼拉动了机关 白色的雾气涌入地牢 紧接着守卫就发现 编雾中有隐形的怪物对他们发起了攻击 奥姆做梦也没想到 前来营救自己的竟然是抢走自己王位的弟弟 可还不等他搞清情况 四周已经想起了警方 两人只能火速逃离 奥姆本以为海王有什么撤退计划 没想到亚瑟的脑子里只有一个蟒子 两人骑着重寿一路向上 可越来越多的守卫已经追了上了 而前面已经是死路 没想到重受一个虎虫钻镜的石壁 同见天日的两人还没来得及喘口气 陛下的守卫又追了出来 海王拼死为奥姆争取时间 可还是有很多守卫向奥姆追去 多年的折磨让他虚弱不堪 不过似乎大海仍旧在眷顾这位曾经的亡者 一阵巨浪卷过 那个威压七海的海洋霸准回来了 为了打探飞服份的消息 奥姆把海王带到了一个三不管的地带 可海王根本没想到 这里竟然是海盗的大楼 就是不太多的事情 是不太多的事 但我會說